台灣人要喝茶 台灣人要喝茶 但是喝茶的喝不咬嚇 這實在很奇怪 我們一般喝茶的喝是用飲茶的飲 但是這次 特色人喝茶的飲 但是白的喝茶的飲 有很多人說 特色的飲和白的飲 要鋼掉 其實這是不硬的 因為現在用的飲料裡面 有很多飲料都不一樣 比如說 現在喝茶的飲料用濁水溪的濁水溪 濁水溪的濁水溪是兩種濁水溪 但是濁水溪的濁水溪 濁水溪的濁水溪 一個第四、一個第五條 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願意讓喝茶的飲料 創不下去 我們喝的飲料是飲茶的飲 飲的左手邊是食物的食 右手邊是芡 欠吃叫做飲 什麼是飲 你看日本小學堂的理店 它就是每一期的東西倒進去嘴裡 不用補、不用吃 直接吞下去 所以這個飲就是欠吃 一個食在一個芡 欠吃叫做飲 你知道嗎 另外我們喝茶裡面還有另外一句叫做蛤茶 什麼叫蛤茶 蛤茶就是飲小茶 喝小茶的時候 蛤茶 但是這個蛤 就是一個口 在一個夾魚餅上的夾 所以這個在明朝的古書裡面 它常常說蛤茶一口茶 蛤茶一口茶 就是用這個蛤 這個在普通的它叫做C-E-R蛤 蛤 那 晚蛤 菜蛤的蛤 那也叫蛤 所以這裡叫蛤 你知道嗎 所以 蛤茶 喝茶 另外一種用法叫做吃茶 什麼叫做吃茶 吃茶就是茶裡面有東西 有食物 叫做吃茶 比如說 那個 什麼茶 那個 那個 臉間乾肉的茶 就是說 裡面有 比如說有孤雞的臉間乾 在裡面 泡的茶 這個泡的茶 我們在喝的時候 我們去吃那個粵 就要放在家裡 補補的 這叫做吃茶 你知道嗎 所以 吃茶 喝茶 喝茶 這是我們 台灣 常常在用的這個民宿 以上 大家做參考 謝謝 多謝 隊 那 多謝 很厲害 百貨 大 百貨 美 美